原諒我 說失敬別離口 未回頭 人已經 心相投 相投 相投 你好 琴哥 你好 你好 滿超 喉喉聽 玩笑 非常好聽 我們倆倒個個 因為今天的現場和 我們過去聽到的版本 有很大的不同 首先是凱琴哥 他的口吻很有戲劇色彩 他把他自己的律動變了 和以前有很大的不一樣 特別像在演一段音樂劇的 唱段 會有這樣的感覺 戲劇性很強 我覺得這就是劉唐的歌聲的 一份很了不起的禮物 大家都很努力 我覺得樂隊很棒 天然曲很棒 所以功勞是他們的 這首歌原創出生地點就是廣州 就是廣東 對 沒錯 厲害厲害 我還記得那一天 我在廣東的江門體育館去表演 然後我坐在觀眾戲 看著樂隊在排演 然後那個鍵盤手呢 很年輕的小伙子 叫許建強 在練一首歌 我一聽旋律好 就是有中國的味道 好喜歡 我就跟他聊天 變了朋友 慢慢拿著版權 然後改了中間幾個字 就發片了在香港 就這樣變成晚秋了 原來的名字叫做 願你把心流 願你把心流 就把它改成晚秋了 對 我現在是把它帶回家鄉了 你們給他掌聲好嗎 當時的內地的流行曲啊 通常都會有一個共同的點 就是有一種中國味道 是的 對 所以我參完晚秋之後呢 晚秋紅了 我的公司馬上腦子一轉 就希望我出一張專輯 全都是內地的作品 在改編廣東歌 包括了 《高生依舊》啊 《彎彎的月亮》啊 李海英老師的作品啊 等等都很多 我是喜歡 可是我覺得我剛剛唱了晚秋 我不想重複 同樣的一個風格的東西 所以我就 婉轉地說 我寧願做其他的東西了 所以就把這個機會 給了那位女性歌手 對 是吧 這個我後悔了幾十年的東西啊 如果你來唱《彎彎的月亮》 這個世界會變得不同嗎 現在這個情況來唱的話 一定是感慨萬千 反而更有積淀 一邊唱一邊落下悔恨的淚水 忍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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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師 彎彎的月亮 勇宇宙 悠悠如雪山 從銀河悠悠透沙漿 望望眸微方中輕盛 是那清清潔花香 搖搖懷淚雷霜 如望遠飄飄光架香 綿綿如詩的憶記 當我匆匆隨意見 歐述 歐 歐 好聽好聽 歐哥 我突然有個想法 凱琴你要不要做一張專輯 就是說那些年 我送給別人的歌 有 太多太多 我覺得剛剛這一趴 就是在回味凱琴老師 送給別人的歌 這個情境 非常適合一首歌來做總結 就是江麗恆大哥的再回首 再回首 淚眼波 很慘 淚眼朦朧 再回首 好吧 他還模仿江大哥的表情 再回首一臉的拧 其实你们现在说到这儿 凱琴只能是去 从别人那儿去要歌 或者是去找歌 其实在我印象里面 凱琴是一个特别会写歌的人 对的 因为当年 他的那张专辑就是晚秋里面 专辑名字叫传闻 对不对 十首歌曲有八首作品 都是 其实除了那个晚秋 徐建强老师 其他都是自己的 对 凱琴自己写的 而且我们知道 有很多的一些歌手 他出道都是参加唱歌比赛 对 凱琴是参加的 创作比赛 而且当时他拿了奖以后 然后保雷金就来找他 不是 因为是这样的 我参加了一个作曲的比赛 那就赢了一点点奖 然后他们的总经理就叫我去试音 唱了一首歌 出了发片 然后他就叫我去瓦丽金的公司 打开门 坐下来 拿一张合约出来 要我签长月 是 好像要三年的那种 我说我现在还在念书 你们可要牵着我的时间吗 然后他听了这句话就 我是不会跟人讨价还价的 就是我人生第一次去录音师 去录音 帮我录音的那个人叫什么名字 你知道吗 叫什么名字 他叫欧丁玉 然后我连那个合约都没了 他就变成了张学友的见证了 我科普一下好不好 欧丁玉是香港最有分量的制作人 他是一首打造所有学友歌曲的制作人 所以我那一次浪费了那个合约之后 其实就跟他 你人生浪费了多少次机会了 好吧 这个江云恒大哥 你一定要说话了 因为你这首歌好像像一语成称一样 就贴得在标签上 我很喜欢一句话 Every happening is for good 就是任何发生的事情都是好的 有些事情你当时觉得不好的事情 你回头看的时候呢 你再回头看的时候 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而且当时他写完以后 然后保利金就来找他 想跟他签 第一次还拒绝别人了 到第二次的时候才答应签约的 要知道是保利金唱片哦 保利金唱片找他哦 保利金是基本上当时世界上最大 最强最出名的一家唱片公司 对大部分的港台的 特别是香港的歌手都是潜在 其实他还有世界上 对对对 世界上我们先不说 我们就说一说港台明星 绝对巨星摇篮 来看看大屏幕 都有谁 黄凯 琴 李克勤 许冠杰 谭永林 刘德华 张学友 陈慧贤 王妃 许小凤 Bion的黎明 邓丽君 张国荣 曹蒙 钟振涛 钟振涛 那我想问一下 请哥 大家耳熟能像的巨星 什么张国荣啊 张学友啊 谭永林 有跟他们在一起吗 合作过 你跟张国荣 跟哥哥有合作过 我那个时候还没叫他哥哥的 因为以前一般来说 都叫他Leslie 然后有一些表演呢 我们要在舞台上 我还记得 他有教过你表演 对 我跟他又表演一趴 舞蹈的 就好像阿飞真传的那种 牛仔舞啊 什么什么 他教你舞蹈 因为我跳得很烂 他不叫不行 就是那种 对对对 这样好不好 欧哥 这样好不好 我们来验收一下成果 好呀 莫妮卡会不会跳 哥哥的莫妮卡 她以前有很多演唱会都会唱 我都 我就会唱 我都会唱 那我听说 我都会唱 我跟他一种 我都会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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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以美梦为余 航于山大雨 哇 佛丽四射真的很棒 看得多了 所以有一点点感觉在脑子里面 太棒了 但是我一直脑子里 刚才刚才跳舞的时候 这是一个非常棒的艺人 你签约保利金之后 一定出了自己的片子 对不对 我们现在想问 能不能听一下 情歌自己创作的一首歌曲 我来提一首吧 哪一首 因为这首歌曲 其实是我最喜欢的一首 凯琴的歌叫《伤感的恋人》 因为它是在它的第一张专辑 叫《Moody》 《Moody》里面的一首最火的 要知道这张唱片 当年是拿了双白金的 这张唱片当时是非常的火 而这首歌曲是里面 最火的一首作品 叫《伤感的恋人》 伤感的恋人 掌声送给黄凯琴 谢谢 谢谢 《伤感的恋人》 《伤感》 太帅了 太帅了 偶像啊 那个时候的 欧哥 我觉得 他又是一个 明明可以靠颜值吃饭的人 偏偏要靠才华 关键他是个诗人 而且如果他当初 接受保力金给他的歌 其实他们会把它打造成 例如说 当年的天王巨星 应该就是那种等级的 再回首 我觉得凯琴 他的音乐 尤其是他自己创作的音乐 给大家带来很多很多的享受 我们要再次感谢黄凯琴来到 刘淌的歌声 为我们演绎了刚才这首 非常令人动容的乐语金曲 晚秋 岁月星辰 尽是深情 接下来 我们要有请黄凯琴 致意这首 深情之歌 记录 岁月之声 晚秋 作词 许建强 黄凯琴 作曲 许建强 黄凯琴 原唱 黄凯琴 感谢音乐创作者 为我们创作了这首 深情的乐语金曲 以再次感谢黄凯琴 为我们唱响这首歌 让时代之歌 回声 聊亮 其实是很值得回味的一个节目 唱了某一首歌的时候 回到某一个年代 所以音乐是很神奇的 总有一些 从歌里面可以引起的 勾起的回忆跟共鸣